我重点讲一下 这个条纹 你刚才社府用地、公园用地、商业用地 你把它 我上一天 前几天讲过 你把它张成 分这三块 里面还有一个青山公园 你把它裂掉 所以本来有的青山公园 你怎么都没有画 我讲画是很直率的 你很沸 这些 弄这个图 很沸 然后还有一个 怎么画 这个 十一米是干什么用 两边都没有通路 你这个 斜过去 十一米是做什么用 所以 画这三块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三块 就是看这个条纹去做 要混这什么器具都画三块 后来 以后会 什么青植公园 什么 那些中心 那 你要签签五个 你是不是要 画这五块 所以 要把实际的尺寸写出来 不要这个用文字写写一写 你 多大 多高 譬如说一个石头要钓刻 你这个模型要写出来 不是这样写一写 向市长报告 向都阿菊报告 这个很混 我 讲话很实际 我那个弟弟就 那个土木工程博士接应战 我骂他你要好好念 现在就博士了 牛蹄 力学台湾第一个 跟那个蒋伟林 都有沟通 我讲这个事 我讲话 是不讲话 如果讲啊 你要听下去 上一次开到最后 我说这个是灾难的开始 真的 广石 那个博士去炒到最后 真的灾难的开始 还有 你这个地方你看 好像阿黄公 这边很好 那边通通把他挤到那边去 这个不像话 这个什么叫做规划 还有你说北段 有什么提供 多少几公顷 你那时候二十公尺 八年前的这个资料 你个拜托 不要叫八年前的资料拿出来 说我改进资料 很混耶 我讲话很实际 我骂我弟弟也是这样 好好练 你现在土木工程博士 这台学生哪个都是他设计的 一部分 流体力学 你这个大楼几层流体力学 我可以请他帮忙 你妈还在混耶 你那个流体力学 那个立体的做出来 模型做出来 做好 不是这样纸面上报告 你看这边 变成阿黄公一个商业区 一个什么商业段 那边那边本身都要扫扫对下去 北区的居民不同意啦 还有一个要倾进去 不倾进去 我又说十遍了 没得抓了 还有上一次还 那个在简报的时候 来 那边来了 还要激化一个地下通路过来 他还激化中 你现在有没有画出来 很混 我认为 嘿 真的 做事情喔 不是那不负责的 如果做不行 你要挑五支杀 不是这样混的 我对我家里也是很负责 我二十八车子买房子 我跟我爸爸讲三个原则 你买楼下 向南 不要楼窗 你都给他丁 每百元每千万 我的负责 你做事情要这样 我这个做不好 你求辞职 放别人 很多人有 人才很多 不要这样混 还有一个 刚才 北溪人的计划路 什么路 你要弄清楚写 还有这个大楼 几栋 多少高 你要标示出来 他不是这样 微微 大概是这样 你那个 那一天的那个资料 他就想不到 他就想不到 他这个 基地开发构想 你看 都以实际为准 这个是一个参考 你这个什么资料 参考八年前的拿出来 参考资料 我在同一顺 很混 这个很混蛋 好 谢谢 不要这样混 我做事情之前 有效力 不要这样混到这样 今天大家来 你看这些成本多少 有没有计算成本 好 谢谢